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满娱乐会集 吴奇龙和刘诗诗这一对夫妻可以说是娱乐圈中恩爱模范 两个人自从2016年结婚后到现在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但是两个人的感情还是很甜蜜,如同热恋一般 吴奇龙更是把刘诗诗宠上了天 关于刘诗诗怀孕的消息在网络上已经传出不止一两次了 但每次都只有媒体的影子 因为刘诗诗的身材依旧如出毫无臃肿的迹象 事实上也不是说他们两个不想要孩子 而是因为吴奇龙早些年在拍电影的时候受过伤 生育几率十分渺小 这也成为两个人结婚多年毫无征兆的原因 但是就在近日呢 网传刘诗诗现在正在美国的洛杉矶医疗中心坐试管婴儿 但对于这条消息来说 网友也只能半信半疑 但是吴奇龙发了一组照片 则让网友开始相信了 因为吴奇龙无意中透露了自己的所在地点 正是洛杉矶医疗健康分院 这家医院最拿手的就是做试管婴儿 很多国际大腕都在这里接受过试管 不过近期却有网友爆料称 刘诗诗现在还没有怀孕 正在做试管婴儿 全身浮肿不能出来 而且即将退出娱乐圈 这样的爆料一出来似乎有点合情合理了 要知道做试管婴儿对于女性的身体打击是非常大的 也是需要静养的 可能这是流失师减少曝光度的原因所在 据悉该医疗中心做试管婴儿的费用需要15万美金 如今在医院生产还需要5万美金 这只单单的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就已经超过了20万美金 大约就是140万的人民币 一般的人真的是承受不起这巨额的费用 但是对于刘诗诗和吴奇隆来说就是九牛一毛 但是本人没有官宣 所以说一切都不好说 不过目前刘诗诗人在美国倒是真事 而且他自己也曾在微博上透露 要好好的给自己放一个暑假和寒假 也从侧面证实的确是要为一件大事留足充裕的时间了 对此网友也纷纷送上祝福 并且等待施垂